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星期一, 英招最後一輪的賽事 51場里斯特城對車路士 車路士搶不搶到第三呢? 亦是看這一場, 也要贏球 因為他跟熱刺很接近 這場球對著主場里斯特城 真是惡鬥 十三小這場球中, 推介什麼給大家 讓球平手判的主隊里斯特城 1.78, 怎麼選擇呢? 我們先看看聯賽榜 車仔71分, 第三位 熱刺70分, 差1分 這場球哪一隊失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拱手雙揚第三給別人 但我們先看看近兩隊的對賽 Sorry 李斯特城主場五勝五負 就是一贏一輸 車仔5勝2和3負 近幾場的車... 李斯特城主場贏阿仙奴 輸給劉加素 對上兩場對班尼茅夫和富咸 都看得非常好, 贏3比1和2比0 車路士作效方面比較差一點 兩場都是和波 之前贏了對斯拉維亞 在我現在說這場深水之前 其實車仔已經在主場中和了法蘭阿福 1比1, 12碼晉級 所以體力上呢 基本上就叫做... 李斯特城會佔優少少 加上就是本身 車仔已經放了整副精神 到歐巴杯裏面 所以十三少呢 大膽地推測 就是讓球的 李斯特城主勝 平手盤1.78